这位是被腿脑失腹弦,胸部手屁股大的鲤鱼 他今天要为我们念的诗是 走钢锁的人 寂寞的人都不敢哭 一哭便干燥了 就像那些失去重心的人不敢走在弦上 那些逞强的人不能低头不能不笑 来来来再往前一步 太勇敢的人一不小心就死掉 为什么三处想念这一首 因为我本来的那个无名网制的标题就是叫走钢锁的人 你跟我抄袭我 可是那里放到我羞耻的过去就关掉了 你不要关掉你可以分享给大家看看你羞耻的过去 所以你就是为了你的无名网站 念这首诗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讲我觉得 以前就是还年轻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就是身上扛了再多一点 还年轻你如果被我妈听到我妈会气死 那啃死我 对啊还年轻的时候就是身上扛再多事情啊 然后就是也不会去怕说做不到还是做不好 然后可是现在就发现说就是年纪已经一大把 然后就什么都一事无成 然后就发现就是自己走在非常细非常细的一条钢锁上 然后就是就是又怕寂寞啊 然后又很爱逞强 所以就是就是然后又觉得自己假装的很好 然后结果就被我爸有一次就是我要上台北的时候 他就这样抱抱我说你在台北要过得快乐 然后我就觉得我被看穿了 对啊然后就觉得真的你就是完全假装不了你自己是真正的样子 对所以谢谢你拜拜 拜拜